寄功活佛,慈训心悟人生就自在 咱们办天道的事,无事迷信 仍是做实际之事 不是为了个人平安 乃是为了众生之快乐 无事求将来上天堂 而是希望将天堂搬到人间来 心情保持轻松舒了 吃的是最轻之素食 时时想到帮助别人 带给别人快乐 就像太阳 你若像太阳 你就健康 有人计 精神百倍 加上你若时时想帮人解决困难 你就现观世音菩萨 心迷就苦 心无人生就自在 要转迷为物 转苦为乐 心念 法轮要常常转 上天给我们考验 都是在淬炼我们 要懂得去转化 大挫折当养分 把考验当垫脚石 图尔如果不让为师担忧 就应互相照顾 团结一心 让人看到你们就得到有信心 好吗 多一分的包容 就多一分的和谐 多一分的诚意 就少一分的诗意 放下自我 多提惜对方 鼓励他人 你时时口出善语 心怀真诚 彼此不就提升主精进了吗 进步 不是用要求指责的 你对自己向内观着 就增一分道气 一分智慧 彼此的疙瘩 就化于无形 图啊 我们不都一家人吗 就这么想 一切不都放下了吗 请不吝点赞订阅